法務部在昨天晚間六點半的時候 在台北、台中、台南跟高雄的監索 同步槍決六名死刑犯 這次在一年九個月後 法務部在廢死爭議下再度執行死刑 廢死聯盟感到遺憾 而在昨天槍決六人之後 台灣還有五十五名死刑犯 槍聲響起又有六名死囚伏法 法務部在中段執行死刑一年九個月後 昨天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同步槍決了十人魔、陳金火、廣德強等六名死刑犯 法務部隨後也召開記者會表示 這六個人手段凶殘 泯滅人性危害社會深重 所以決定執行死刑 昨晚被槍決的死刑犯、陳金火跟共犯廣德強 兩人在2003年強姦、失信女保險員 消肉分屍、曾經火還吃下人肉 還有殺七一服刑出獄後 又槍殺未姓玉友跟虐殺紅姓女友犯下連續殺人罪的黃賢症 虐殺何姓女老師的曾絲爐 殺死女友養父母的戴德穎 以及縱火燒死七舅跟三名外甥奪走四命的洪明聰 費斯聯盟表示非常遺憾政府再執行死刑 死刑沒有嚇阻犯罪的效果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國家逐漸放棄死刑 作為一種懲罰的原因 六名死囚中曾絲爐、戴德穎跟陳金火同意器官捐贈 但曾絲爐因為有逼肝心臟功能不佳沒有捐成 陳金火則捐出了肝、腎臟、眼角膜跟骨頭 戴德穎則因為高雄長根醫院認為 死刑犯器官移植違反國際人權拒絕手術也沒有捐成 昨天執行六個人死刑後 目前未決的死囚還有55人 記者綜合報導